时来运转给你有滋有味的生活 大家好 这里是东南卫视的美食栏目 时来运转 今天光临我们节目的每位来宾 是中国烹饪大师 陈伟杰老师 欢迎伟杰老师 伟杰老师今天带来了一道艳客菜 跟你说 但是选到的食材又很家常 对 叫什么 叫香蕉溜鱼 香蕉溜鱼 我们去看看吧 需要什么样的原料 待会回来做 香蕉溜鱼需要准备的原料有 黄瓜鱼 上海青 葱姜蒜和生粉 调料是红糟黄酒 五香粉 盐和鸡粉 好我们来看看制作上面 到底是怎样的 因为伟杰老师说很简单 每个人都可以学得会 对这样的菜我们当然都不能放过 那怎么样处理呢 伟杰老师 现在我们这样去买鱼 一只鱼买回来 这不需要太多的刀工 切成这样一块一块的就可以了 然后给它放在盘子上 那这个葱 这葱我们切成小的葱段 小葱段 等一下可以增加它这种的鲜味 那这个蒜头 配的蒜头 那做菜呀 这都称为这个料头 可以增加它的鲜味 生姜 添加它细末 好我们来看看吧 这个鱼要给它什么样的味道 切完以后呢 加一点盐 好盐巴 盐巴加完要使鱼啊 有一个基础的味道 鱼手一把 这用手给它抓过 这样稍微 这样子给它腌制 几分钟的时间 只是要一点盐 要一点盐就可以了 好 在腌制的时候 我们可以把这个火给它点了 好 烧点油 好 因为这个这道菜里面 有一个油炸的步骤 油炸的步骤 所以我们还是要加入适量的油 开始进行加热 在这边烧油了 我们这边把这个鱼块呀 用这个生粉 给它拍一下 入味完了之后 然后呢 再加一点点的生粉 这个生粉呢 拍完 等一下油炸的时候 它的鱼啊 就不会变形掉 同时呢 也保持里面的营养成分啊 会被破坏掉 嗯 炸出来的鱼肉 很成型 很成型 而且呢 里面的鱼肉还是很嫩的 对 好 我们裹完了粉之后呢 现在这边的油加热的也差不多了 我们来听听韦杰老师的这个 呃 建议哈 这个油温要多少 我们手放上面 看 有一股较强的辐射热 嗯 如果讲多少度的话 大概应该在150度左右 好 嗯 那这铜花鱼的时候 这个应该把大块的先换进去 它炸的时间比较长 贴近油面 不要太高的扔 嗯 我先把鱼头放进去 鱼头放进去 鱼头形状比较大 嗯 好 大块的放进来 然后慢慢的再换小的 嗯 在炸的同时呢 这个我今天啊 给这个菜肴进行一个搭配 嗯 然后这边换一点油哈 嗯 我就把生姜给换进来 可以同时进行就开始 进行 对 已经香了 对 你这边就让它去炸去了 就是反而是炸到干干的 干干的 很香 然后加上红糟 这个红糟啊 嗯 红糟是我们这个 南方很常用的一种的 嗯 这个 做酒的一个下饺料 哎 然后加一点的 料酒 嗯 就拿它做艳客 为什么合适呢 它那个汁看起来 很漂亮 火红火红色的 对 然后呢 直接给它加上 味道 好 这个鸡粉 盐鸡粉 鸡粉 这是五香粉 好 增加它这个香味 嗯 好 我们刚才呢 是在这个 糟里面 加了 盐 五香粉 还有就是 鸡汁 鸡精 然后呢 在里面再加入